大家好 歡迎收聽財經 ABC 錄音時是十月十三號 晚上大概七點鐘 歡迎大家分享 留言 讚好 還有加利的鈴鐺 記得全部都認識這麼多的影片 正式我是有講你台 無窮人 這個星期真的一個屈美食搞了好多事情 連中東也打得凌凌瓣瓣難 真是嚇死 我們要看我們的Fan底 106.6 好像沒什麼上落 看來沒什麼上落已經走轉了 原本已經迴信到105.5 誰知昨天突然間公佈了一個豬頭餅一般 這個息口又來了 又有高色色 這段故事就是這樣 就回來了 Dollar Index 插了兩下之後 折返回上去 大家都不想看到 因為Dollar Index 越想代表 美元區吸入資金 新興市場沒什麼運限 所以大家看到 去到星期一到星期四 我們港股都還可以 但是今天就跌了一段 對 又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應該無論是中東開大片 或者烏丁丁 都是歐元區 都是租央的 所以美元指數不失B強 這個A君就來補充 歐洲烏丁丁開大片 在正隔離 一個不小心的打到波蘭什麼鬼 都隨時可以想像到 至於中東的臉價出事 很多人都以為 哎呀 老美那麼喜歡搞住中東 是不是那些人去老美呢 不是的 中東的那些人主要是供給歐洲的 老美插手去中東 可能是值此捏住歐盟區 沒錯 其實老美搞住中東 是捏住整個G7裡面 所有其他要中東有的地方 美國十年債息都回落了一些 回落了兩滴 其實星期中去到近4.55的水平 匯復了 回落了都有一滴 有0.25 不過又是沉默的 豬頭頂也一般 還有我們都可以看回 會當美匯轉翻藥 還有這個債息是向下調 港股是有雲閒 其實未估到有雲閒 很明顯我們的對家 哈哈哈 這個日圓 這個日圓 其實就是 再創新低 再挑戰150附近 害怕的 真的沒什麼鬼用 不過他有福寶 想著每天公佈數據 誰知公佈了第一天就停了 當然了 都不能見到人的數據 他一公佈第一天就說找到村 什麼鬼東西 還沒計算其他的放射性物質 越趕越火滾 免得理他 好像驗身一樣 故意驗那樣才看到 你沒有其他東西說不代表沒事 兄弟 是不是 絕對同意 日本那裏那裏的東西 只是告訴別人 哎呀 我們驗村可以了 像是核廢水就驗村就可以 那些是核污水來的 那些放射性物質的心塊 核污水是沒有碰過的 不要當我不懂 不過真是當全世界不懂 弄了他的兒子 然後有啦 經常都是這樣無運過關的人 那些油價真是厲害 原本已經被人打到7.1皮 上個星期應該82左右 誰知中東又突然之間引爆 我立即去到86了 老實說 我覺得他比少了 你告訴我 去到92、95 或者挑戰近期的新高 我相信 那你的預期是合理的 不過懷疑街市有些不合理的預期 不算打算 那這個B幣球期 好像薯條哥擺了個大王 沒聽過大瓜 是呀 是呀 他扔了東西 他好像不知被人抓之前 調走了600億 不過應該是港幣 報紙很喜歡譯造港幣 不知道港幣是美金 都幾百億了 調走了 叫那些財務員調走了 才被人抓 我聽說 這次真是不知 吐某得回來 又隨時吐不回來 還有肝棍手 是呀 十足JPEX 是呀 這個呢 美股又沒什麼事好地地 過去五日升成 差不多接近2.7% 因為資息率的確是下跌了 他自己壓力到低 還有有機會 因為這一宗 中東那邊打獲金 有機會 所以那些人 預計11月是加不起息的 現在這個說法 這個推理就是 你這個中東的大茶飯 就不是老美劇本 這樣的想法 還有我們財經ABC 一直都說 這個街上的分析員 全部錯了 就是這個 只要我們財經ABC 才會這樣說 就是老美劇本以外 的任何事件 老美都是當 你看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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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處理 甚至乎911 不單看不見 還放鬆銀巾 所以911之後 一個月之後 那個位置 比911之前還高 唉呀 如果重演歷史就發達了 這次 監督剩下來了 哎呀 C軍記不記得 那張A軍 是寫過報告出來的 什麼呢 那張911 我寫給老闆 那些老闆 不知道怎樣 那些人問起來 又在那裡縮 然後A軍 躲在桌子上 對著Bloomberg 按了一整天 做了個狀況 大打中打不打 這麼厲害 這麼精密 是啊 廣股有個很厲害的反彈 但是為什麼這麼短印 都完全能解釋到 我們 明天的故事就會說 聯儲局的縮表很狠 這個10月第一個星期 就是縮了整個530億和1個星期 但是這個數字好像還沒計算 打野之後 這個你說得對 因為是10月3 所以下個星期看到的數據 就應該更重要 縮表是很努力持續的 其實也有傳聞 這個公開市場 就是已經有兩次 十年期的債券泊民 沒有參加到的 已經最近 那這個意義是怎樣呢 沒有參加過這個公開的債券泊民 就是人為的 令到場債的息口高一點 嗯 因為我買 為什麼政府會不撐場呢 會不會讓你給自己有呢 因為我們的推理在加息周期很近頂 甚至乎會比現在的人推翻轉 因為這個Diamond Diamond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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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情況非常嚴峰 你看看這個 我們去檢查露美的隔夜前 很大劑 很大劑 穿了 已經去到11,500億 即是說 在九月尾到現在的短短 十多天 就是15,000多億 去到15,500多億 即是不見了4,000億 沒有4,000億 2個星期時間10個工作日 對 不知道是關於打仗 有些人覺得老美頂不順 會GG 拔錢走 但美匯指數又不相似 又不相似 都是撲入去買短債 唯有這樣判定 他們連長債也買賣 是,長債的環境也是好 因為其實根據造市推理 那些高官和華爾街 一起吃東西 所以在臨反轉之前 是把一些高色 十年債賣出去 華爾街有了好處 將來就可以頭頭部 去到金 雖然上星期 驚探到1820 一瓦眼淚 一瓦眼淚 在Diamond 空尼加出來的 那兩個星期 跌了一百塊 但現在氣勢 又回到1900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紅 1900也未穿 我又是說一句 正路來講 應該是油價 然後回到挑戰之前的高位 金價也應該是 但今次中東那邊爆單 又說50年以來最大劑的一劑 但那個表現 或者驚恐程度 好像沒有A軍想像中那麼厲害 當然 那些大戶轉不了身 就是沒有反應 沒事的 當然沒事的 他死亡比你的大戶 我們幾萬元 或者幾十萬 他是幾十億 大哥 我們這麼惡劑 就清理他 直接轉不了身 所以他為了保住自己的市 賭合的總值 那當然是假裝沒事 最聰明的就是 最好長線投資 又困住股票 學得誰敢 那就不說那麼多了 好了 看今天星期的故事 真是多了 這個星期的故事 就是每逢見這些 我都給你看的 這個 世摩美銀和高成 就是被人罰了五千多萬美金 因為 就沒有報到 數以百萬計的衍生交易 為什麼只有幾百萬的衍生交易 要罰幾千萬的去置呢 為什麼呢 這個真的想不明白 對 因為媒計上 衍生工具是以市價入帳的 可能是購買一些 康阿闊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期貨 但合約 可能現在不值錢 但那個尺寸可能很大張 會否棄門了一些賭博的倉位呢 所以被人罰幾千萬也不少 美金 好了 接著美國稅簿追數 追微軟 要追成290億美金的稅款 這就是2004年至13年期間的事 2004年追到現在追了10年的稅 是呀 因為也有些爭額 因為老美那邊 人家的稅務太厲害了 經常在離岸公司註冊 現在都在吹這些 甚至其他江湖傳說 其他科技公司 都有很多設了離岸公司 搞到交好少稅 這個說 付錢給那些顧問做事 結果可以避到稅了 特朗普那時有個特位計劃 給外企把錢回到老美 已經免費了稅 現在還有錢在外地的 死不悔改 甚至證明老美真的沒有銀用 人工施舊債 黃金ETF4個月淨流出 咦? ETF正流出的意思又是怎樣呢? 是呀 那些人不買 單位註銷 現貨金ETF 很多金的倉位都不在那些ETF 正路來說 這都顯示到 在債息上 人們寧願收債 買債去收息 都不寧願握實金那隻 是呀 但你看到最後一段 有些西人不喜歡黃金 就是沽黃金ETF的儲銷單位 但是亞洲資金 變成7個月淨流出 所以真的是 東升西降 偏黃金的結果 嗯 沒錯 沒錯 那就是呢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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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債息突然間 反彈上去 因為CPI數字 略高於預期 繼續維持在3.7% 你看過 老實說 3.7% 比去年同期都低了很多 但是呢 都是那些人說過預期 其實這件事 A軍經常都覺得 高於預期 哪個預期 以及為什麼有這樣的預期 所以呢 一說起說高於預期 其實A軍第一個反應就是 咦 有些水份 是啊 你不知道 這些真的 那些報價機 一定有分析員的預期 那高通呢 算是在中國炒過人之後 在加州都炒過人 哎呀 哇 真是周圍的 高通都搞成這樣 真是幾大件事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被華為壓倒了 真是 是的 因為現在真的 好像分析所說 華為做到7納米的芯片 最大的輸家是高通 是啊 現在查這些單位 哈什卡里 他就覺得經濟有軟著陸 這是聯儲局 或者美國的高官 最想發生的事 他說 美國經濟都不錯 這樣的情形 通訊就快到2%了 很樂觀 接著呢 就是Rutner 他就說 聯儲局一定要壓低通漲 一定不要緊 要壓低利息 然後上升高一段時間 當然是 科林斯另一個有份 在聯儲局開會的官員 就說 他現在不能投票 但是他說 就未必會 停加施 接近風景 所以 其實這些美國的言論 都是說 加施是會持續的 這個意思 沒錯沒錯 而呢 聯儲局的會議紀錄就是 那些官員都認為 是會維持一個秘率高水平的合理 對不對 通脹的問題 還有呢 就是說 現在我們不要經常談 加多少息 是談維持高息多久 這些討論都預視著這個息口 近期都見頂 就橫行 至少 如果不是 如果有些意義的話 才不會跌下去 那些官員就這麼說 波斯汀亞特蘭大的聯儲總裁呢 就是說 其實聯儲局都不用加息了 大佬 政策已經 非常之痛苦 令一些人不亂花錢了 還爆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的衝突 再加息 當然是投鼠忌器 所以現在就夠了 不要再搞了 那什麼意思 好 IMF就說 全球央行利率繼續這麼高 不過呢 全球5%銀行 非常脆弱 有機會倒閉 這個外備款台多次 這樣反映 最危險的是銀行偉軍 沒錯沒錯 現在呢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了 就是 會計準則 容許大家 用個call市入價 這樣才叫做 頂住 就不會出現資不抵債的狀況 我們上一集都說過了 其實這個10年債券 和30年債券 跌幅有一部分 直到超過五成 這樣 如果用這個市值去入賬的話 肯定就大問題到 不知有幾多%的銀行 是會搞不定的 這個是故意 在制度上幫助它 去保持足夠的資本 這個只是說債券 如果一個不該說 維持高息 大把他們借了錢的客人 全部都有一部分 很明顯是還不到息 還不到本 甚至乎倒閉 變成了銀行的資產質素 肯定下滑 對很多量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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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年初的時候 我們都記得 美國曾經出現過 銀行危機 尤其是二線銀行的危機 將會再出現 這個機率是不少的 是挺高的 高盛的高利率 我覺得美國政府的高利率 將豬頭餅拉低0.5 我們都說過 唯一的原因 加息就是要拉慢經濟 讓人窮一點 洗少一點 控通脹 這樣也會導致財源 如果高盛的頭腦分析 我們的謎底解開了 我們發現去年底 很多科技公司和投資銀行 在美國都被炒人 對呀 尤其是投行 至於科技公司 他們就無緣無故整理 就像剛才說的 高通那些 是老美的政策造成的 是這樣的情況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那些人收到封 誰知以這個下報道的邏輯 就是說 公司如果交多了利息 成本上升了 便賺少了 財源來貼 原來都只是拉上稿 下一個決定 沒有那麼精密 而歐洲的金融穩定委員會 多滿意瑞士政府 處置瑞信操作 認為可以成功參考的機制 成功到那些債券都還不到 債券突然之間更危險 比股票更高風險 這個股票真是挺成功 他不撿就沒事了 當初 阿爺論的出世間銀行改革 私營資本要參與全投市務 才行 不要設置到我們 去擔保人家 或者提供保護 提供借貸給國家 再給你們這些債券 吃阿爺都吃得太過份了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為君 他的意思是否告訴別人 政府已經沒有錢 唯有讓私人去做 非常之遲 世銀說 不關於環球的地方 似乎那些不少地方欠債 都比阿翔英增加了 那當然是 息口加了 有些人開始 還錢的錢 或者月供的款項 開始如不夠 洗粒了 生活上的菊種 再洗幾個月 那菊種也會消光 當然要多借錢 但是有件事 我反而覺得有點奇怪 他就說拖累亞洲經濟增長 但是譬如A君看 或者市場上 增長率 其實是老美那邊的股市 像是增加多 例如以港股為例 10倍PE 增長下去 反而老美那邊 乘40多倍PE 真是增加股市 是老美那邊多 所以簡單說 債務上升 應該理論上 是老美那邊 不增加多些 但是現在 好像是吊詭著 當然這個是股市 至於經濟增長 是跟市場沒有關係 說知它 不過是否說 真的拖得這麼厲害 還是說 本來已經半死不活 例如歐洲市場 會更加嚴重呢 嗯 真是 都一般 因為你說 論到經濟活力來說 打我也不相信 這個亞洲 是會弱過歐洲的 其實在A軍心目中 如果說加息 或者債務上升 對市場的影響的話 老美就真的懂得玩 還有一塊板在它 影響小的 至於第二批 就應該到亞洲 反而歐洲 都會被人夾 還有一些法國示威 今天這麼複雜 也不要說太多 因為我們是財經 對吧 IMF下調 中國和歐洲區經濟增長 是預測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地緣政治問題 商品價格多個 油價大升 簡單說 還有碎片化 中國房地產危機 經常都很害怕 怕燒到銀行會倒閉 其實這裏都沒有辦法 自己引爆它 金融系統的時候 那麼多人買了他們的股票 也蝕到歸零 其實我認為 中央房地產那邊 出事引致金融危機的機率 是非常之低的 因為第一 我們是被很多人想像中做出手 另外 其實你只要看回 目前來說 有誰是說會伸展開它 兼且我退一萬步說 假設真的如果有機會 伸展到銀行裡 好像當年 處理這個扎國債 整個resolution的公司 吃掉它 這也是一個選擇 那LV的季度收入增加9% 這些生意真是奇葩厲害 對呀 為什麼消費品會升這麼多 又說過市場 那些人買奢侈品好像瘋了 熱情不減 那德銀就唱一些投資者 明年之前要加一些股票 喂 現在去年底還有 不是很多時間 兩個半月還有 十二月那半個月 大家都在這裡休息 炒東西時間剩下兩個月 八個星期 對呀 第三季經濟就不太好 所以有些低迷 但是明年會好一點 很明顯 每個人都說明年更好 那不是明年的數字怎麼跑到 如果明天會更好 不是數字就跑不到 嘩 又可以 三星做了預估 第三季盈利錯78% 這已經很嚴重 這種幾個 事件搞到這幾個盈利錯 這麼多 量了很多 量多了嗎 兩個 由於晶片價格暴跌 還有庫存的價格暴跌 甚至晶片貨都要威脅 突然黃金上升到1900元 我欠幾元的位置 我欠6元就要6元 都說要上1900元才會像樣的 全部你瘋了 世界末日的戲碼已經開始了 這個二十年被人迷惑了 不過世界末日還買金來幹什麼 對呀 世界末日都GG 再reset吧 我們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其實沒有這件事 你就想了那麼快 世界末日 那些鬼佬是想reset 沒有這件事 他們自己種下來的要捱回 好了 澳央行加息 他們之前加了這麼多息 發揮了草的作用 需求減少 經濟減慢 增長放緩 油壓到通脹 好像很圓滿 嗯 好像吹到自己很棒 不過其實吹到自己那麼短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中央開放給你嘛 那些就業經常都說 高於其成 幾倍 一兩倍 很誇張呀 大佬 你私下還是摸你身 去做這個總理看看你怎樣 繼續去打臉打代鼠 哈哈哈哈 美國上週原油庫存 馬上千三萬筒這麼離譜 千多萬筒很少傑外衣軍 啊 不是吧 增了庫存 他做些什麼增了庫存 自己泡了很多油啊 可能是 可能是趁上一兩個星期 便宜入了啦 不行呀 80頭元 70多元也有啊 再早一點 可能補回一些 有啦 所以這塊板在他那裏 真是挺過癮的 所以反過來 為什麼油價 受到那麼多利好因素 都會升那麼的的呢 一個是這個 你看到嗎 普京的經驗多年了 都知道油價大上大落 不是經濟的原因 而是政治的原因 所以他唯有拉起 在歐佩加的盟友 也控制產量 A軍 保持價錢 如果我們不努力協同合作 油價大到五十元都可以 尤其是現在沙特也有辦法商量 變了大家有共同敵人 一起動老美啊 以前就是 俄羅賓那邊 跟中東那邊沒什麼商量 變了大家各自為政 變了給老美就有很多位去入 現在 一起動你呀你老美 對啦 拉一個大一個 我都懷疑以前 歐洲都是那些國家 哪有老美 拉一個大一個才成為歐元 直接是呀 還有呢 中了很多歐姦 現在都產裁不了 都要逢得 傻白甜嘛 對呀 所以沒辦法了 歷史悠久 這是德國最多歐姦的啦 對呀 他們私宜推理呀 懷疑 沽空油 或者是short油合約 都是懷疑的那些人 所以大摩立即 叫出來就說 雖然開大片 供應都不會受阻的 那些沙特也願願不絕 那些油給你 等一下 大摩不是負責產油的 產油的那些就說共同進退 你又不是產油的那邊說了那麼多話 你看出事情的重點 很明顯是在打壓油的 你不要這麼興奮 你們這些傢伙 因為為什麼 有很多人跑去拿油 夾死他 一分鐘 神經病 出油那個就說 出不了那麼多 洗油那個就說 我出了很多 你都神經病 是啊 OPEC就覺得 明年的油的使用有增長 這個算油 但IEA就說不是 我越來越縮了 那 對暗拳是不會說的 但是你見 我們過去的數據就顯示 OPEC是對的 是啊 還有沒有什麼下跌過的 你這些人開開車用都不開什麼 都是沒有什麼下跌 還有呢 有一樣東西 阿堅 他們口裡面就在說 要降一些什麼 食化能魚 口裡說不 身體很誠實 你看全世界 除了中央之外 你要搞那些充電 那些座位等等 其實不算太積極 甚至乎歐洲裏面 說要什麼時候 買這些 原油車 是禁止 老實說 以它這樣的速度 我真的不知道行不行 始終有一天可以的 當那些人 石油都500元一桶 尤其通常 那樣 單車都要踩 好了 終於入到肉了 那些高官 賢利和IMF都說 這個尾巴衝突 是很嚴重的事件 危及全球經濟 這些這麼有 品位和教養的人都這麼說 但老美股市都沒有反應為關 厲害 會不會真的好像911 準備鬆鬆銀根 又或者只是局部戰爭 那又未去到 一個以色列 打9個 的 穆斯林國家 只要不是 變成 一個大型的戰爭的話 的確可能 對經濟影響 未必會那麼大 對呀 但是很明顯 他們就是 關心於世界多一點 他都不是很估計自己 是估計世界經濟 如果油價上升 每10美元 全球 豬頭比銀國 0.15 這樣也會影響 不過老美說 關注世界經濟 我就真的 他口說就會 實質就不是很理會 真的這麼關注 就不要加那麼多訊息 頂你 他關注世界經濟 就是 太好了 害怕你不死 害怕你不死 所以他又不害怕 摩通就說 小摩 耳巴衝突影響擴散 這個Diamond 不愧是Diamond 法國也有支持穆斯林的示威 果然是 是啊 其實全世界 看得到的畫面 還有 有些畫面 A軍在SideTrack說 有些明星 你知道 每個明星都一定要政治正確 弄了一些照片 就說 你看那些弟弟 多驚慌 看著天空 就是怕著 導彈炸到你 弄了一些照片 頂 原來那些照片在哪裡 哪裡呢 巴勒斯坦的 那些弟弟是巴勒斯坦人 怕著打過來 他們的恐懼現在就成立了 現在經常都飛過來 還有 其實A軍就深層次地想 這些照片 到底是誰流出來 以及誰告訴 POST的名人 知道 這些是 以色列的兒童 很明顯就是有班人 真的兼職做事 在背後 弄這些照片 來挖哄那些 不知道訂購 拿出來抽稅的名人 鋪船之後就說 哎呀不好意思 那張照片 不是以色列的 巴勒斯坦兒童來的 這樣去查他們 然後讓他們 不知道怎樣收回 看看這個摩空 都很厲害 中了很多東西 Diamond就說 市場見 市場沒有不跌 S&P還升 市場沒有反應 但是 可能低估了這個問題 所在 有可能 處理得不好 打得越來越大 會是擴展到其他地方 都成為戰場 只要不是擴展的話 在這個位置 其實就 不算很嚴重 在投資方面來說 不過錢 死很多人就不好了 末日博士終於有末日快車 馬上跳上去 說了這麼多年 終於末日 還有這個聖經講的 經典末日模式 市場低估了有關地區 大規模衝突的風險 因為市場沒有跌 沒有風險 市場沒有跌 如果只看股市 決定有沒有風險 就太傻 太天真了 一直都是 不是那麼直接關係的 市場和經濟的關係 不是那麼高 反而和銀巾的關係 是高很多 現在市場 就好像 估計意識 佔不到袈裟 但是 情況就會袈裟越來越差 衝突都受控 沒有越把越出 現在市場是當做這樣 所以跌一些 如果想進一步跌得很厲害 才反映到現在的情況 除非說 伊朗 出賣手 是的 有些暴動都說 很害怕伊朗出手 他欺負了巴勒斯坦人 太厲害 那些兄弟兄 忍不住 沒錯 由於伊朗有機會出手 如果你看過一些 日來的報導 也有這樣說 有一筆已經解凍了 境外款項60億美金 雖然解凍了伊朗 就不能取得 沒有什麼邏輯 解凍了又不能取得 就是什麼 總之都是解凍了 是不是 要保留一個雪櫃 你的銀行 跟著 如果繼續 以巴衝突 WTO 就說 全球貿易 會受到重創 鬼君 如果是會繼續衝突 兼且擴散 就是 是的 是的 這個其實是 比較中狠一點的 評論 是不是 現在暫時 人們都估計 幾個月就搞定了 幾個月都過新年 怎麼辦 等等 這個 冬季 在烏丁丁那邊 對這個 寒冬對這個 普丁有利 還是對烏丁丁有利 看他的運氣是怎樣 如果是極度寒冷的話 那真的 普京掩著嘴笑 嘩 這樣就成立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 以色列說要搞幾個月 你看他這麼說 軍事行動幾個月 估計 現在加了幾個月 就能夠到 航東也過去 如果是航東 如果是航東 普京也有中 jackpot 是啊 到時候 譬如你 假設打鑼金 有那裏出得 又不是這樣 但是歐洲的 demand 零射高 真是 普京掩著嘴笑 對 那 今天就到這裏了 又是那句 耍吽吽 綜合這麼多人的報導 這裏了 哈爾巴克風突 是非常嚴重的事件 但是 美國的市場 沒有什麼反映過 沒有什麼反映過 嚴重的效果 現在問題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price scene 大家都覺得 是一個區域的 小規模的戰爭 甚至乎 直接說是當作衝突 在老美裏 那個blue sky scenario 就是這個 以色列搞定加沙 而其他 穆斯林的兄弟們 就不能夠 參與這個戰役 變成 就打到7.1皮 都當看不到那隻 甚至乎 A軍也要 當年911的時候 A軍也是買 是不會大打 只又少打 小打的情況 就會放鬆銀巾 還有 現在就說 有機會是 加息就放緩 當時甚至乎要減息 甚至乎還有什麼 就是 那些錢錢 就因為這樣 就融入股票市場 因為突然多了錢 記得當年911 還要是911之後的一個月左右 收市的位置 比911前還高 這次戰爭的發展 就這樣的情形 今天就說到這裡 對啦 所以 這次戰爭的發展 到底是 會爆到 幾個國家之間的大片 還是在加沙地區 一個片 真是息息相關 除此之外 還有息口走響 等等等等 那些事情 真是大把要跟 所以 記得要貼著港理台 正所謂有港理台 沒有窮人 今天就這樣 拜拜